足球防守技术包括 防守速度快的前锋 预判 后卫防守 打击对方前锋的士气 防守中的抢劫技巧 其中防守速度快的前锋时 注意前锋在比赛时使用的假动作变相或者发球 掌握前锋的过人习惯 就可以大大提高预判的成功率 作为后卫 粘住对方的前锋很有必要 有的前锋速度快 致使要对锁处位置进行观察 作为后卫 终极目的不是断球 而是破坏对方的进攻 组织几方进攻 抢劫技术是一种积极有效的防守手段 抢劫是防守技术的综合体现 是用争夺 堵截 破坏等方式 延缓或阻拦对方的进攻